一对石兽 守护七百年的安宁 一伙毛贼 盗走全村人的图腾 以车找人 嫌疑对象有名有姓 暗图所记 狡猾盗贼 无影无踪 看山西沪县警方怎样咬定青山 斗智斗勇 白泽神兽回归记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0年1月28日一大早 一个惊人的消息就在陕西沪县的碑头村传开了 守护村子数百年的一对白泽石兽出世 白泽石兽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地位崇高的神兽 能说人话 知晓天下鬼神万物 能让人逢凶化吉 白泽石兽现在管理的气缘大概就在山谷散防五地的时候 大概就现在就四千六五年左右 据这个山海警记载 这个皇帝寻手在这个东海之边 等这个环散 遇见了白泽 白泽就对皇帝将这个天下这个剑影 从上古开始 白泽就被当作驱鬼的神 后来又成了驱鬼大师钟馗的坐骑 陕西护县碑头村的这一对白泽神兽 相传是明朝红武十七年 也就是公元1419年雕刻的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文物 分别高一米五十 重一吨半 根据这个交查资料 在现在目前就是碑头村 这一对白泽兽是目前摩过唯一的一堆石子的 四雄的一堆白泽兽 这全国是唯一的 白泽兽乍看像石狮子 但细看却有许多不同 他的头像狮子 脚像鹿 银片像龙 脊梁像牛 胸部还有云彩一样的飘带 而他们的四族 熊得像牛蹄 死得像胡爪 从这个小时候 能走的时候 到这来 沿到白泽兽的头上 都是那种勤契感 还在是我的弦奏 会是我的父母群 我的爷爷的父母 把我背过来 包裹起那种感情 这堆白泽兽在背头村守护了将近七百年 早已被村民们当作他们的精神图腾 从我村子来说的话 就把这作为生活 真存自保 好像有点东西在 保不得平安 白泽给他们带来了风调雨顺 带来了很多好的运气 他们把这个当着神兽 习惯性的 要看到这个东西 就认为它是一个家庭成员一样 然而这天一大早 深受村民喜爱的白泽兽 却遭了殃 东侧的雄白泽不见了 西侧的雌白泽倒在地上 一根木棍横插在四腿之间 这个木棍大概有八公分 那么粗 有一米五长 一个木棍 我们分析应该是 它进行一个吊桩的时候 进行一个支撑或者是扶着 进行一个平衡作用的 眼前这一幕 深深地刺痛了围观的村民们 围观的群众交头接耳 低头交流 我感到这个气氛的凝重 感到事情的重大 同时也感到责任的重大 轮据一次就是公分款 看这应该是 在被盗的白泽兽底座旁边的地面上 技术人员发现两道车轮印记 它的这个车轮的宽度是 八公分 然后它的轮据呢 大概是九十公分 可能是一个比较 简易的一个 起吊的一个工具形成 白泽重一吨半 窃贼既然用了吊装工具 很可能也会使用运输车辆 然而 案发现场周边没有监控 现场勘查 也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这桩案子 从哪里下手呢 看着倒在地上的磁白泽 李庆山和同事们琢磨开了 反对前一人应该是 先把两个白泽手朵到处 当把第一个转车后 第二个应该是正在转车的时候 应该是被外界的人员 或者其他员员影响 或者是地区中发现了后 这个 藏往大泡里 既然如此 本案很可能会有目击者 侦察员们 马上在村里展开大走访 重点是 白泽寿所在的 秦富阳宫周围的村民 经过整整一天的走访 目击者徐某被找到了 他家就住在秦富阳宫的北侧 徐某就见到凌晨 当天的凌晨一天左右 他突然听到外面的 够 够交换的 比较厉害 他就车着观察 徐某出门一看 在马路对面 紧挨着秦富阳宫的北侧院墙 停着一辆白色乡市大火车 车灯熄灭了 却没有熄火 是不是村里来了贼 徐某有点害怕 就躲回了自家院子 徐某说 进院后 他不太放心 就给邻居阳某打了个电话 他把这个新阳 新阳的交来了以后 新阳的跟他一块 这就过去 徐某说 有邻居作伴 他的胆子大多了 两个人走到大货车跟前 见驾驶室里没人 就打着手电 围着货车查看起来 他们看见问 谁的车 某人打 某人打话 他就拿手电把那个车 这个人这个人 兴趣这个人 不认识字 那个把车给得接 李庆山他们推断 那辆大货车 很可能是盗贼的作案车辆 徐某开门出去查看的时候 很可能让他们受到了惊吓 仓皇逃离了现场 因此 另一尊白泽寿 才幸免于难 白泽丢失后 这个确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尤其是背头村的乡党们 觉得十分的痛心 我们当时呢 恨不得立即能把犯罪嫌疑人抓捕 追回国家文物 他们觉得这个人做不丢失 严长青的话 道出了护县全体刑警的心声 案发当天 护县公安局就成立了专案组 大家认为 嫌疑人为收藏而盗窃白泽的可能性不大 避开风头 倒卖获利才是真正目的 当时感觉到这个案子比较好破 因为有群众发现了 嫌疑的车辆 基本上寄清了嫌疑车辆的牌号 所以我们决定以车找人 以车找人 是刑警们常用的一种侦查思路 不过 目击者记下的车牌号到底是不是真牌照 李庆山他们并没有把握 凭借这个车牌号 他们能找到嫌疑人吗 一队石兽 守护七百年的安宁 一伙毛贼 盗走全村人的图腾 半夜受惊 村民出门探听 以车找人 车主并不知情 追踪弃而不舍 刑警铁骨蒸蒸 看陕西护县警方 怎样咬定青山 斗智斗勇 白泽神兽回归季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0年1月28日凌晨 陕西护县背头村的镇村之宝 一对珍贵的白泽石雕遭了殃 其中的雄性白泽兽被盗走 带着目击者提供的车牌号 侦查员来到当地的一家车管所 结果 还真有一辆车的车牌号 跟目击者提供的对上了 他也是白色乡式货车 侦查员当即拨打了车主的电话 张姆当时给我说 这个车不是他的车 因为是他的老乡 一个叫贾姆 身份证没有办下来 就用他的身份信息登记的车辆 侦查员们顺腾摸瓜 当天就在西安找到了贾某 贾某是陕西城城县人 平时在西安跑货运 他承认老乡张某说的都是事实 贾某说他这个车的确是他的 但是在1月20号之前 他的一个老乡叫杜姆 把他的车租去了 对于租车的杜某 贾某只知道他40多岁 曾经在老家开过饭店 跑过车 却不知道他最近这些年在做什么 贾某给我们提供了 贾某的电话 然后我们打过去 他是关机状态 杜某的老家 在蔚南市城城县的一个村庄 距离案发地有200多公里 换上便装的侦查员们 迅速赶到了这里 经过了解 周围的群众说 杜某两三年都没在村上 他们线上出现过 联想到案发前 杜某曾经在西安跟贾某租过车 侦查员便向村民们了解了 他近期是否回来过 结果大家都说没见过他 我们还了解到 杜某已经离异几年了 近些年一直没有人见过杜某 村民们还反映 近十几年 杜某一直在倒卖各类石雕石刻 有人曾经见到他 把一些古旧的东西整车倒卖 一转手就能赚十几万 他在西安市和老家城城县 开了好几家古玩店 但是最近几年 他转石雕石刻分 好像亏本了 负债累累 欠了周围的同行 就上千万 除了在杜某老家的调查 侦查员们还走访了杜某过去的一些生意伙伴 以前杜某就有这样的前科 杜某也给曾经给别人说过 这么一个白则的时刻的事情 我们就认为他有作意 让护县警方认为杜某有重大嫌疑的远不止这两点 综合多方走访的结果 李庆山他们把杜某的诸多嫌疑一一归纳出来 接着李庆山的话头 其他侦查员又补充了两点 第一杜某多年漂泊在外 案发前出现在西安 却没有回老家看一眼 第二 案发前他租过的白色乡式货车 恰好出现在了现场 寻找杜某成了我们破案的关键 但是对杜某近几年的活动情况 我们还一无所知 不知所踪 为了掌握杜某的活动线索 侦查员把他在西安和老家开的几家古玩店都走了一遍 然而每到一家都是铁将军把门 然后我问一下那个房东 房东说哎呀 这家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光欠了房子都欠了好多了 也联系不上 侦查员们心有不甘 又对西安市以及周边几个市县的文物交易市场 进行反复排查 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杜某的下落 因为他也原来有前科 在这方面也是生意人见多识广 所以他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时间一天天在流逝 背头村的村民们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 被盗的白泽寿早日归来 盼小时盼月亮 盼一天不嫌 没有消息 盼一天没有消息 因为这个东西在人的印象里确实太深 白泽石寿所在的秦富阳宫门前是村里的广场 村民们经常来这里聊天 一看到孤零零的雌性白泽 大家伙心里就不是滋味 因为深知村民对白泽石寿的感情 从案发那一天 专案组就没有停止过侦查 除了在本省布控 密切关注杜某的动向 沪县警方还对全国各地 倒卖石雕石刻的信息 分外关注 比如像山西 河南 河北 经常有 古玩古石雕的交易会 所以我们得到信息后 感觉哪里有交易会 我们就会赶去 发现这个白泽石寿的踪迹 了解这个杜某的行踪 就这样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李庆山他们先后奔赴全国十几个省市 行程数万公里 走访了各地几十场温雾交易会 然而依旧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一队石寿 守护七百年的安宁 一伙毛贼 盗走全村人的图腾 四处寻觅 可一杜某 神秘失踪 再次发案 石人石寿 一锅难端 追踪弃而不舍 刑警铁骨蒸蒸 看山西护县警方 怎样咬定青山 斗智斗勇 白则神兽回归记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0年1月28日凌晨 陕西护县碑头村的镇村之宝 一对珍贵的白则石雕遭了殃 其中的雄性白则兽被盗 在最后的万物 最后的宝贝 这个东西 就是 就雷虎祖祖 再没有这个东西 在群众那种急切 盼望 就急需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 案发后 沪县警方很快就将 城城县的门务商人杜某 列为嫌疑对象 然而 两年过去了 躲到外地的杜某 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心象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 一样 总是沉甸甸的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我们总有一种心念 就是这个案子 逼破 早晚都要破 专案组负责人李庆山 是一个古丸爱好者 多年来 欣赏和把玩自己的珍藏品 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 然而 自打白则石兽被盗后 过去最喜欢的东西 却成了折磨他的一块心病 把玩古石雕的过程中 经常会想到这个背道的白则兽 这么一对完好的白则兽 丢失了一只 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 对壁头村来说 群众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对护县 乃至全省全国 对古石雕研究 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就在李庆山他们 为白则案费尽心思的时候 2012年5月12日早晨 滬县祖安镇南街村 又发案了 南街村王家庙门前 原本有一对石人 每个石人高1米60 重7800公斤 这对石人 是原末名出的石雕 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文物 这天 李庆山他们接到报警 一个石人被盗了 武官的神像 保存完好 他那个文官的神像 所在的位置 只留下了一个坑 杂草丛生 所以只有看到这个草 被压倒的 在图示地面上 我们也没有发现 有特别明显的足迹 车轮隐喊 这个现场在村边 近临一条公路 没有监控探头 刑警们没有发现 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也没有找到目击者 看着这个现场 李庆山不由联想到 久攻不下的怀则案 被盗的物品 都是国家二级珍贵文物 都是古石雕 第二个是犯罪嫌疾人 都是趁着夜晚 将这个珍贵文物盗走的 案件的现场 都是位于公路的旁边 外边的人过来 很容易发现 他作案的人数 我们认为都在 应该在三人以上 于是 沪县警方决定 把石人案 跟白泽案 并案侦查 经过调查 石人被盗前后 白泽案的嫌疑对象杜某 并没有回到陕西 杜某指使他人 作案的可能性 也被排除了 四个月之后 沪县警方接到 安徽五河县同行的通报 他们在当地 抓获了一个文物贩子 满某 他手里有一个石人 这个贤警人满目交代 这个石人像是别人 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地方 盗窃所得 然后买给他 他进行贩卖 专案组立即派出两名侦查员 奔赴安徽省五河县 到五河县以后 对这个石人像 进行了辩认 确认就是 咱们被盗的石人像 两名侦查员 按纳住兴奋的心情 询问了文物贩子满某 满某供述 石人 是他从陕西护县的 孔某手里买的 警察 孔某四十多岁 护县某村人 无业 专案组立即传唤了孔某 面对证据 孔某供述 石人 是他和五个同伙 一起盗窃的 除了此案 他们还倒挖过两座古墓 我们对石人进行落实了以后 又对他进行审讯 深挖白泽树被盗案的情况 孔某说他知道 白泽被盗他也知道 但是这个案子 确实跟他没关系 经过调查 孔某所在的村庄 距离案发地 背头村只有一两公里 并且白泽被盗的 2010年1月底 他正在村里 也就是说 孔某具备作案时间 孔某他家庭比较节约 经济来人比较少 他有一定的动机 那么白泽案 到底是不是孔某做的呢 几天之后 孔某想起一件事 白泽被盗的前一天 也就是2010年1月27日 是孔某妻子的生日 这天晚上 他给妻子办了一桌生日宴 邀请了好几位亲朋好友 热闹到很晚 散喜后 喝了很多酒的孔某 回家休息了 经过调查 孔某的说法被证实了 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我们原本抱的希望很大 但是这次 虽然破了十案 白泽案没有破 我们心里空落落的 至此 白泽被盗已经将近三年 嫌疑最大的杜某 仍旧没有一点阴信 被盗的白泽 也没有被倒卖的消息 北投村的村民们 盼星星盼月亮 就是盼不到白泽的回归 一对石兽 守护七百年的安宁 一伙毛贼 盗走全村人的图腾 并按侦查 十人石兽并不相干 引蛇出洞 最后一招能否管用 追踪 欺而不舍 刑警铁骨蒸蒸 看陕西护县警方 怎样咬定青山 斗志斗勇 白泽神兽回归记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0年1月28日凌晨 陕西护县背头村的镇村之宝 一对珍贵的白泽石雕 遭了痒 其中的雄性白泽兽被盗 一晃六年过去了 案子一直没有破 这么珍贵的文物 被盗 经过了六年还没有找到 心里总不是滋润 见了村民啊 我们无言以对 觉得心情也是非常的沉痛 压力也非常的大 这天晚上 护县公安局局长严长青 又琢磨起了白泽案 怎样才能找到 深藏不漏的嫌疑对象杜某呢 案发以来 这个问题 不知消耗了严青和同事们 多少脑细胞 几天之后 一个消息在护县不静而走 警方决定 把六年未破的白泽案挂起来 并且撤销了专案组 一时间 人们议论纷纷 甚感疑惑 放出这股风 是围绕 麻痹犯罪嫌疑人 让他放松警惕 放松反侦察的这方面的意识 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工作 半年过去了 杜某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专案组放出的那股风似乎要随风散去 把握我心里也没点 因为我们想尽了办法 各种招数都是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招了 2016年7月23日这天 侦察员在走访当中 偶然得到一条线索 开店的一个文物商 他悄悄告诉我们 说他听到别人说 那个杜某最近这段时间 好像在这个河北的大城一带 是开店的还是倒卖文物 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 从陕西滬县到河北大城县 有1300公里 贸然赶过去 会不会跑冤枉路 六年来这样的线索 有无数条 冤枉路我们跑了不止几十次 有一线希望都要把路走到 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会放弃 七月酷暑 至热难当 千里奔袭的李庆山他们 刚一赶到河北大城县 就开始了明察暗访 目标是当地的文物交易市场 天气非常的热 室外的温度达到39度40度 我们的干净 摸着裤手走访较擦 早上的时候一人先拿一条干毛巾 还不能用湿毛巾 基本上就是隔几分钟擦一次汗 过个十几分钟就要再拧一次 经过整整十天的艰苦摸牌 李庆山他们终于有了收获 在一个古玩市场的旁边 有一个城中村 村里有一个院子 整天大门紧闭 很是可疑 那个院子里边有一对中年夫妇 那个男的大概有40多岁 他的长相和我们身份证的照片 有一定的差距 这时已是2016年8月4日的傍晚 为了不错过战机 李庆山决定 立即与那名中年男子进行正面接触 进入可疑院子之后 在一间卧室 侦察员们见到了疑似杜某的中年男子 他看到我们是陕西护县的 他说就那件事 你们都找到这儿来 我还有啥说的 这个男子正是我们要找到杜某 经过突审 杜某承认 白泽是他指使别人倒走的 藏匿在北京通州的一处废弃院落 第二天一大早 李庆山他们就压着杜某来到了北京通州 打开前门以后 我们进到院子 看到这个院子大概有半亩地左右的大小 在一个角落里 杜某指着一个被沾布包裹的物件说 这就是背头村那只熊白泽 掀起那一块沾布 白泽说露出来了 当时在场的民警都很激动 都很兴奋 我上前用手摸了几下 感觉到和我原来见得是一模一样的 杜某公说 2010年初 在外躲债的他打听到沪县背头村 有一队全国唯一的熊辞白泽史雕 他便回到西安 租了老乡贾某的货车 并联系到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山西的段某 我就跟他说 我这有一对狮子 看让他偷回来 给他多钱 就说好了 偷回来一对给他两万 2010年1月28日凌晨一点左右 段某等人偷偷来到背头村 在盗窃白泽的过程中 弄出很大的声响 惊动了村民 然后他们自己心里着害怕 就扔下这个雌兽 自己把这个雄兽拉跑了 然后当天晚上就交给这个杜姆 我问怎么弄一个 他说别人发现了 然后他偷一个 我就给了他一万块钱 杜姆说 得手后 他马上把白泽运到了北京通州 本以为能卖个好价钱 第二天杜姆在这个报纸上 看到这个白泽被盗的这个信息 他自己当时心里很害怕 我发的毁灸以后 我都没敢让别人看 也就不想 也就不敢卖了 随后 侦察员赶到段某的老家 得知段某在2013年11月 因心脏病去世了 不过 他的妻子证实了杜某的供述 至此 经过六年半的艰苦侦查 白泽被盗案终于告破 当被盗的白泽石兽运回来的时候 整个背头村都沸腾了 开始不小心 以后 莫里这么长时间就照见了 有一次开玩笑 见了白泽石兽那种前妻 那个年龄都塞 白泽石兽运回来 2016年8月10日 背头村村民自发组织了锣鼓队 给护县公安局赠送了一面锦旗 上面印着 珍稽国宝 瑞寿回归 八个大字 看到老百姓这么开心 我跟他们的心情是一样 就跟失去亲人 找到亲人一样 是这样的感觉 当时我接到锦旗以后 满寒热泪 心潮澎湃 感激村民对我们的鼓励和心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A级通缉令 廖乃县 南 1983年3月20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宾阳县 宾州镇 顾名村委会 夏寨村五队 108-1号 身份证号码 452-123 1983-0320-1339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 钢牛被盗 川南山区连发四起盗牛案 寻现追踪 刻意车辆究竟开向了何方 扑朔迷离 疑犯的身份一变再变 闪烁其子 神秘男子背后究竟有何秘密 不简单的盗牛贼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